请大赵好 您好您好 好久不见您了 想您 今儿您给我们带来什么了 烙文卷带鱼 我得加一句 它可能不好自说 为啥 它是温贝第四代团人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这是正根 得点五花 让它有点油性 好吃 这这几片 芥味 去里面带鱼 不用腌制 直接炸 把油倒进去了 星板石你看看 我们讲的油面快一点 炸日度你才漂亮 我从这餐厅三十多年了 想吃大家伙一块聚一聚 感觉到就说 想吃完说 馒头我们粘在鱼摊上做大饼 卷着苏带鱼 你想这个味道 亲自下厨是一种快乐享受 这个油温就可以了 六成油温 一块一块一块下不粘锅 下锅以后呢 不让货了 咱们这里有点形 这带鱼还不能用那种 特串特厚的 是吧 用这带鱼好 这都算带鱼 就这样的 这是咱国产货 支持国货 确实当国家产的带鱼好 炸这个带鱼 炸鱼也多 带鱼出油 这咱们逢年过节的时候 在家里炸带鱼啊 这个鱼鱼呢 谁家炸的话都不能念 对 要不就是这样 老秦 这不今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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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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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吃带鱼呢 吃带鱼呢 这一楼到尾都能闻念 今天这边带鱼啊 这是健康之平啊 没错 海里的东西呢 基本上咱们的污染 相对来讲是要少很多 青黄色 这个味道就香了 这个猪来了 对 炒了 这即使有点粘 甭理他 是吧 最后 最后炸炸 他自己就能一抖了 就开了 炸到火候的时候啊 所以别一看 粘上了就赶快使劲 想把它封给 那一搅就烂了 你哥是不是 跟两个家炸呀 瞅不吗 最近厨艺我都大涨了 这三四个月 定在家做饭 这又恢复到大吃水平了 就是想一个国家好烧 咱们咏哥这是天津参与协会的野鱼会羊呢 富的 富贵羊 把这葱子垫在这个锅底 不少啊 这好几颗啊 这是葱皮 葱皮包开了 一层一层的包开了 葱芹你看 葱皮 葱芹够哪了呢 大菜啊 这别在这 要是咱们大冰卷在鱼的时候加一点味 咱们码一码 老师咱们出锅的时候呢 好像好酷 蒜羊切片 这个时候呢 一只包开了 一倒一倒就可以 这里边是姜和蒜 来看肉 黄肉放点盐 分八卷一块的盐 花椒放点盐 江蒜 咱们喷点黄酒 黄酒什么时候喷呢 在温用高的时候 这也是预用的泉水 和树用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也是益用的泉水 姓正的价也姓和的 对 正和似的 都能吃了哎 葱叔 不吃下来 已经是酥带鱼了 辣椒酱就手掰 不能刀切 剩下的花椒呢 直接喝在里面了 我们这种垫的高压锅呢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火火器 咱们锅的汤呢 就是跟这个带鱼呢 平 就是江山沫上的 如果说要是那个 咱们烧在不是垫的 人气的那种 人气的那种 就是冒气的呢 汤呢叫高猪汤 三分之一 用它跑得去 吃水分 吃水分 这种煮成的 平常呢 是煎油的二分之一 和咱们的生抽的二分之一 老抽呢 刚开始放老抽炒 炒炒炒炒炒了啊 炒炒味道 炒炒味道 炒鸡蛋 这个醋呢跟酱油呢是一比一 那你刚刚用的生抽 你最后放它呢 调味 倒进高压锅 开闷 这是闷了多长时间 45分钟 哎呦 整整齐齐 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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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的 嗯 难得 我今儿赚了 我今儿吃俩 是吧 酥带鱼吃了一个 炸的吃了一个 一会儿炖子再来一张 这摆盘 这绝对是一道大菜 对 行老师这是什么东西啊 冠冠 一盘 普普通通的烙饼卷在鱼 家常菜 家常菜 非常家常菜 叫咱们咸大师一做 嗯 这个温贝儿这个东西好 很多网友可能不知道 温贝儿呢是一个这个 现代来讲啊 就现代词叫甜品 嗯 其实呢 它是拿这个山楂果熬成的 我先说啊 我说的不在你普通啊 还在到位 第一是悬果精 不是哪的果都能用的 行大师他们用的这个果呢 都是自己专门包的山定的 从这果还没有呢 就已经定下来了 第二呢 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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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冻的时候呢 一定是不任何的提供 熬制完了之后 还要经过芭蕉 才能形成这个果冻 你看这个 这一点油都没有啊 你看这个这个亮晶晶的 这全是果胶 没有这种果的特有啊 咱们北京城州山也有这种果的 但是就是做不到这种果 它的果胶量不够 大家看这个啊 这也是山楂果 看着有点小吧 实际上这山楂果 是母树的果啊 母树的 分工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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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 没有经过嫁接 山楂跟虹果区别呢 嫁接的啊 叫虹果 没嫁接的叫山楂 因为果农在种树的时候 它有二十要果的 它不高产 所以感觉这种果子越来越贵 到今天呢 你越快的时候 把那种果农 你现在跟茶又很长 一句话是什么呀 一虎 香 这就是公树菜 比较果肉的到位 我还是吃不出这感觉了 记住啊 保鸭脖四十年 吃贷鱼 一贷鱼 一贷鱼 吃贷鱼 就蹲吧